雅河 看看我发现了一只什么螃蟹 咱们家的大金龙吃泥鳩 也真是太霸气了 来吧 今天给你们整整狠的 先从这个资料缸中 搞一些小草精出来 这就差不多了 太多了 也不舍得 咱们的金龙缸现在全是狠货 底下趴着的 上面游动的没有一个是扇茶 尤其是这条花老虎 身体都翻起了蓝色光泽 由于咱们家的灯光太露了 大金龙的发色还处于避过的状态 可怜的巨骨鱼被打得浑身都是伤 不过别担心 这家伙的生命力极强 而且过两天我也要给他换个两米的大缸 来吧 先种一把小草精 先去看看情况 哎呦呗 泡马 这很羞猛的嘛 不过咱们的大金龙这家伙 也太笨了吧 来吧 哥们 这鱼我是彻意为你准备的 呀 啥情况 这还没臭名呗呢 就被小巴西亚给抢了 我说龙哥呀 你也太丢脸了吧 看好了 最后一条 我去 好傻伙 这黄金小巴真是太狗了 没办法 只能又给多中了几条进去 钢鱼钢的小草精 全都被这些铅笔鱼 黑魔神 还有巨骨蛇鱼给吃掉了 现在咱们的巨骨跟铅笔 这是在比较着找身体呢 不过该说不说的 大金龙也不错 吃起小鱼来 还是一点都不含糊的 来吧 咱们再种点老泥鳅 这个位鱼 猛鱼长得供给力 看见没 这老泥鳅一注钢 就被大金龙给叫走了 过了个去的 没想到咱们的金龙鱼 抓鱼那是一绝呀 雅哥 啥情况 这咋还让泥鳅给跑了呢 哎呀妈呀 这边更厉害了 大泥鳅直接被黑魔神给逮住了 藏天哪 这也太狠了吧 不过可惜 还是被跑了 大金龙这家伙多长有点洁癖 上来闻了一下 居然嫌弃了 这一堆小猛鱼苗 长大可就厉害了 咱们的大金龙看样子 最近有点偏瘦呀 也不知道是不是 瞎人吃少了的原因 不过感觉这货浑身 都是充满了力量 刚才的小泥鳅 已经被里面的黑胡给吞掉了 只剩下这条大的 还在这里拱烟残船 来咱们的原生繁殖缸里 巴拉巴拉 打算再捞一条大泥鳅 看看 我说啥来着 这里面的泥鳅 又肥又大 而且特别的不好抓 这是又肥又大名影了 哟 好嘛 这咋还有嘎缝的螃蟹呀 我也太难了 看来是从螃蟹圈里走不出来了 哎呦 这里还有一只被煮熟了的 不过最让我纳闷的就是 放进来的小假鱼 都藏到哪里去了呀 最后当我一抬头 得 钢里的大泥鳅 最后还是被金龙鱼给叼走了 这家伙吃鱼 也太凶残了吧